常務理事裡面要選出一位 我們中華民國縣市體育聯合會 就是第六屆的我們的這個會長 那會長目前看起來 唯一人選就是鄭景州 是不是以最熱情的掌聲 來通過我們鄭景州 幫請中華民國縣市體育聯合總會 18號在基隆碧海樓餐廳召開會員大會 而會中改選總會長 由各地體育會一致鼓掌通過 鄭景州擔任新任總會長 基隆市教育處長林助理 也特別到場祝賀 而新任總會長鄭景州說 感謝所有的體育會幫忙 一起來為地方體育貢獻心力 因為推廣體育任重道遠 中華民國縣市體育會聯合總會改選 而且成盟我們22個縣市 還有台灣的總會 各縣市的支持 我再來當全國的理事長 而且因為我們這兩天立法院剛通過 監證體育的免稅法 所以讓我們今天很多企業界大都很高興 當場都兼了360萬的推廣體育的基金 應該我們要兼5、600萬應該可以啦 這發展推廣體育 而且在這裡非常各縣市的支持 我們這個聯合會啊 第六屆新任的李監事 還有呢新任的李市長跟副理市長 那現階段台灣大家最大的公約數啊 就是大家不分政黨 不分藍綠 不分你我 都是台灣體育優先 大家全心全力來支持 體育的這個政策跟活動 來支持所有的體育的選手 所以運動的這個我們的獎勵條例啊 最近立法院也通過了 所以所有的企業界跟個人 只要有人力你都可以捐款來贊助 體育團體或是體育選手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這個鐵雄喔 這是非常羞聰的地方 因為北洋選手喔 這條路非常緊張 鐵雄裡面的時候 都沒有分藍綠 但是有分審費 所以好人喔 好人都一顆層 很紅色的心來付出 總委長鄭寧洲表示 未來會持續多辦體育活動 因為運動不僅可以讓民眾 身心靈健康 也可以創造各地的商機 因為明天我們基隆志 辦全國健總 外縣市有一百八十幾來的車來 希望說 我們多辦這個活動 不管說對我們基隆志的 旅館還有餐飲業 還有賣紀念品的 我剛知道今天年徵就賣了好幾百萬了 所以說我希望說多辦這個活動 創造基隆的經濟 讓我們提議產業和我們的經濟結合在一起 讓基隆志多辦活動 多賺一點外縣市的機會來 記者王日生參謀報導 我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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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看到